我想各位应该有听过传统诗歌《照我本相》 或称《像我这样》或者《来救上主羔羊》 那是一首在1835年写的歌 作者是艾略特 他因为重病在32岁时就瘫痪卧床 所以他常感到自己没有用 因而也陷入抑郁 但他想要自己的歌 听起一名布道家医生曾跟他说 他只需要照他现在的样子来到主面前 神一定会接纳他 他就真的信主了 过后也写了这首诗歌 他的歌词表达了 人即使没有条件 也可以毫无伪装的来到神的面前 带着自己的不完美 疑惑 惧怕等来寻求神 因为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的任何美德 乃是依靠耶稣的救赎 和神无条件的恩典 他的诗歌安慰了许多在病痛中感到无助的人 其中几句歌词是 确实如歌词所说 我们可以照我们本来的样子来领受神的救恩 无论我们原本多么软弱 不配 甚至有罪 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 求他怜悯 耶稣在世上时 也常与罪人相处 吃饭 如我们在路加福音五章读到的 立位在自己家里为耶稣 把摆宴席 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作息 法利塞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 说 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 耶稣愿意和被社会厌弃的人 如税吏和罪人在一起 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到自己很完美 干净才能够来到神面前 并且我们也不可能靠自己达到完美的水准 其实 纵使我们条件很好 也无法用任何人的条件 来赚取神的救恩 神之所以会拯救和接纳罪人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表现 成就或美德 乃纯粹因耶稣的牺牲和赎罪 虽然我们可以照我们本来的样子寻求神 但神也不愿我们停留在原本的样子 能够照我们原本的样子来寻求神的恩典 固然是个好消息 然而神接纳我们原本的样子 这个信息也有他的危险 因为这会使人觉得既然上帝能够接受人原本的样子 那么人就不必有任何改变 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悔改了 他只需要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就好 耶稣既然无条件爱他 他就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 这样的信仰是容易的 也叫人舒服的 但却背了神的心意 虽然耶稣是靠近罪人 也与他们接触 但他的目的是要他们悔改的 延续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路加福音五章继续说 耶稣对他们说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 乃是招罪人悔改 可见耶稣招罪人 接纳罪人 不是要他们维持现状 乃是要他们悔改 而成为完全心造的人 与其说 神会以我们本来的样子爱我们 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尽管我们这样 神还是爱我们 但我们不能以为 神无条件拯救我们 或是允许我们造自己原本的样子来找他 就意味着我们不必有生命的变化 知名作家刘一思曾说 基督徒并不认为神会因我们的良善而爱我们 乃是认为神会因为爱我们 而使我们变得良善 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从 像我这样转为像神那样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孩子应该与父亲有几分相似 若我们成了神的儿女 也应该越来越像神的样子 格林多后书五章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格罗西书第三章也说 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神的话一再强调 神的目的不单是要拯救我们 也要成圣我们 使我们越来越像神 所以蒙神拯救的儿女 不该留在罪中 乃应该转离旧的生活和老我 一生与罪征战 神既然已经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 我们就应该竭力远离实际的犯罪 恐惧战兢 做成得救的功夫 弟兄姐妹 神拯救了我们后的心意 从来都不是要我们继续留在旧人的样式 乃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人 神并没有说我们的旧人怎样 祂就爱怎样的旧人 耶稣乃是教导我们要舍己 就是把旧人舍掉 然后穿上新人 这样才是真正讨神喜悦的